不是啊哥们 你这个看起来有点简单啊 甚至看起来有点虚胖 我看看 你通关之后剩了125阳光 安排 就这个正法啊 这关竟然没有单防我大哥的职务 大胆 而且猫尾草周围看似防御很高 但全是堆的血量 他没抗心啊 那如果 我找 冰车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就这么说吧兄弟们 这一关我只需要一把就能突破 还有你怎么好意思 剩 剩多来着 125阳光是吧 这关我起码能胜你 十倍乃至数十倍 三路可以暂时不用管了 咱们各在一五路放一个盲盒僵尸 看看哪一路变得好 咱们就先打哪路 一路是半五僵尸 五路是窝窝僵尸 那咱们就先打五路兄弟们 来 毕竟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哟 又是窝瓜僵尸 那咱们趁火打劫 别当高坚果回血 接着放盲盒僵尸 哟 就这就这 我看你这关没有单防我大哥的职务怎么办 大哥下来了啊 每一路安排 两个盲盒吧 防止出意外 毕竟机枪射手六分叉 他有时候会乱打 拿什么好玩 拿什么好玩兄弟 四路也来七路僵尸了 三路再拼一个机枪射手 哎呦 出了个毁灭菇 把我四路气球和三路机枪给炸了 不过没关系 咱们大哥还在 啊 这么快就下来了呀 但对面有个仙人掌啊 咱们两百多血的大哥 完了 对面刷出了一个仙人掌 确实很烦 不过有没有大哥也无所谓 咱们现在有两千六百多羊灌输了吧 这闭着眼睛玩都能过 三路这三个僵尸打个冰瓜 完全是给冰瓜面子 一路 铁动僵尸把狼锅头啃爆之后 咱们再补一个僵尸就能吃了 那现在咱们就开始打二路呗 漂亮 二路来了一个巨人僵尸 那二路没问题了 不过现在才发现 刚才七路僵尸 把四路的鸡僵尸都给吃了 那现在咱们四路 没法变身了呀 坏了 那现在唯一的办法 只能在三路 独五王盲盒了 不过咱们阳光很多 问题倒不是很大 你大一妈 你二姑父 你三叔公 怎么一个五王盲盒都没有啊 那现在咋办 只能等我大哥了呀 不过这么多盲盒 变一个大哥 倒也不奇怪 u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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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老好mir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